為了改善偏遠地區醫療資源不足問題 縣府衛生局協調亞醫師公會 協請用名醫院提供亞醫師以及相關人力 提出亞醫醫療站設置計畫 新設醫療站以及更新亞醫醫療站設施設備 預計113年過年前完成啟動 局長也承諾他在過去9號在議會質詢 包括跟許縣長跟農會總幹事林英人 總幹事大家一起討論的進度在今年的一月 在明年年底到一月的部分 就一定會有一個很具體的好的一個成果 那能夠讓我們陸股的鄉親 大家能夠有一個確實看亞醫的地點 裝甲牙的地點 那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還是要再次感謝 也肯定我們許縣長和許縣長 來對於我們陸股許多鄉親的一個照顧 那包括林英人總幹事在這過程中 也願意積極地協助我們這個場地的提供 許縣長有感民眾不便 向農會協調到亞醫醫療站場所 近期衛生局也順利爭取到 衛生福利部補助的450萬5000元 縣府自酬79萬5000元 總計530萬元整 其中包括新設陸股亞醫醫療站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所有相關來協助的單位 包括我們的南投縣政府 還有我們的議員的同事 我們非常關心我們偏鄉的醫療 尤其是牙醫 人家說牙痛其實不是病 但是痛起來真的是要人命 那我們今天已經跨出了一個籌備的一個 罪罪罪罪 要說很重要 所以要說很多次 因為就是踏出了這麼第一步 那我們相信剛剛局長有講過了 我們在過年前一定會把它完成 那我們也趕快讓陸股的鄉親 能夠得到好的照顧 不然一天到晚我都會接到LINE 說我牙痛怎麼辦 我快要很失望 為什麼牙醫一直不來 那我們希望在過年前能夠牙醫 就趕快可以來 能夠來進駐到我們的陸股鄉 那這個過程裡面非常感謝 所有中央跟地方 所有努力的所有的夥伴們 謝謝你們 有你們真好 謝謝 我們這邊是X光市 那到時候一些控壓機什麼的 會在現在記者後面的那個位置 然後這邊會有兩台治療宜 會有兩台治療宜 然後我們的消毒區會單獨坐在這邊 然後進去 會坐在這裡面 南州縣政府促成這間牙醫配合幼民醫院 來設立牙科醫療之後 能解決我們的農民的牙齒是痛 牙痛不是病 痛起來真的要命 非常感謝幼民的醫療團隊 對我們陸股鄉民的照顧 大家的心都是一樣的 只要鄉民好 我們都全力以赴 不計什麼名義的 希望未來提供更多的護護 需要融會配合的地方 我們一定全力以赴 謝謝 周主任表示 牙醫醫療站啟用之後 院方將安排3到5位 資深醫師輪流看診 每週三天開設6個診 就近提供陸股鄉民牙籍診治 未來若鄉民有更多的需求 也將考慮增加看診簽署 解決週一不便的問題 記者廣宗林 陸股鄉採訪報導